老干爹跟微博打响生死战 暖阳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人气跟实力均下滑严重 我说实话暖阳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选手啊 正常来说暖阳 他的道路是很好的 他长相也不错 本丝也多 冠军也拿了 FMP也有了 女粉数量也多 但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我只能说 九尾状态回暖 却还是不如鸣 新宇没有冠军像 微博想回巅峰 最应该换的就是辅助 就在8月29日 老干爹跟微博打响季后赛揭幕战 也是一场生死战 因为败者组的队伍没有复活甲 输了就等于结束了 这也是败者组很难夺冠的原因 而这场比赛白衣进行了预测 九尾的状态虽有所回暖 但实力依旧是不如鸣 两个人属于四六开 不过这纯属预测 老干爹想赢比赛也并非靠九尾 更多的还是要看小洛的发挥 九尾跟鸣 怎么说 这个我感觉 鸣可能会好一点点 然后暖阳太可惜 一手好牌打得稀赖 明明人气跟成绩刚开始都非常不错 加上有好兄弟伊诺的加持 正常来说 暖阳都有机会去梦之队的 没想到 经过女朋友跟伊诺的一些事情 现在人气跟实力均下滑严重 感觉暖阳很难回到巅峰期了 我说实话 暖阳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选手 他本来的前途也好 星光也好 就我说句难听点的 梦之队前死 暖阳怎么可能进不去 各位老师 你们说是不是 正常来说暖阳 他的道路是很好的 他长相也不错 粉丝也多 冠军也拿了 FMP也有了 女粉数量也多 但是一手好牌打稀巴烂 我只能说 真的就是一手好牌 打了自己打稀巴烂 梦之队都没去 我只能说这个最离谱 梦之队都没去 谈恋爱是可以的 你说那梦之队的好多选手谈恋爱 是吧 梦之队的选手谈恋爱的又不止一个 那暖阳也谈恋爱也可以去 但是他就犯了一些错误吧 只能说 是吧 只能说真的是把自己给捉死了 就你看他现在人气 我感觉暖阳 他现在好久都听到他名字了 之前暖阳的 他那个到处可以听到他名字吧 他那个知名度 还在曝光头都很高的 但是就今年开始 就整个感觉下滑式的下跌人气 就是对舆论也不好了 技术也开始 技术跟成绩也开始下滑了 就是他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是低谷期吧 舆论技术成绩全部难受 很难受 最后就是 微博想要夺冠 最需要换的就是辅助位 新宇没有冠军项 加上他的指挥能力 就不属于顶尖 只能说 微博老板没明显该补强的方向 下个转会期 要是再不买好的辅助选手 感觉微博还会有很长一段低谷期 那新宇我说实话 我说句不好听的 他很难拿冠军 我感觉他 我感觉他离冠军 还是有一点点那个 就是指挥还没有到达那种 那种东西 微博他如果早点换个辅助就好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换辅助 那现在也没救了知道吧 总的来说 老干爹跟微博应该五五开 前者最关键的点在小洛 后者就是要看乔西能不能吻压小九 只能说 双方都有赢的机会 不过老干爹下个转会期 可能会买猫神 或者是再次租借 成绩应该能够再上一个档次 这也是九尾一直邀请猫神的原因 最后大家觉得 谁能晋级下一轮呢